大家好我是Wayson 現在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九月底快要十月的 那我相信這個時候 天氣應該已經慢慢的變涼 然後進入秋天了吧 秋天比起七八月份來說 應該算是比較好穿搭的一個季節 因為沒有像以前這麼熱 然後天氣也比較舒服一點點 就可以開始搭配一些比較薄一點的外套 或者是襯衫等等 就可以增加穿搭的層次感 那我覺得穿搭上面的選擇 也會變得比較多一點點 今天我拍這支影片的時候 其實是九月初 那天氣其實還蠻熱的 然後我先把我的 露秋的穿搭拍起來 希望在影片上線的時候 可以對還沒有穿搭靈感的朋友 可以有一些幫助 那今天的這五套穿搭呢 我都會用我手上的這支手錶去做搭配 可能有些男生啊 他不是這麼習慣會去戴項鍊 或是手環 所以手錶呢 可能就會是一個 沒有這麼多飾品的男生 身上的唯一一個飾品 有一支可以蠻實搭的手錶 對一個男生來說 應該也算是蠻重要的 那我手上的這支手錶 他是來自哥本哈根的一個品牌 叫做About Vintage 然後這一支手錶 為什麼會覺得很適合拿來做今天的 一週穿搭的影片呢 因為在購買這支手錶的時候啊 他會同時附贈你另外一個錶帶 像這支手錶 他的錶帶是這種鋼的錶帶嘛 但是我額外挑選的是 一個像是這種 矽膠 然後是黑色的錶帶 然後他就可以去替換我這個鋼的錶帶 所以他這個鋼的錶帶 我覺得就適合一些比較正式 休閒的穿搭 然後如果我要搭配比較機能一點的服飾的話呢 我就可以換成這個矽膠的錶帶 所以這一支手錶 他可以一錶兩用 因應你不同的風格去做搭配 我覺得其實還蠻實用的 你在替換錶帶的時候 是不用任何工具 就是純手就可以去把錶帶換掉 還蠻方便的 然後這支手錶的定價 我覺得他是比較親民一點點 大概是在一萬塊左右 如果你要拿來送禮的話 其實也還算是蠻適合的一個選擇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我們今天的 陸修穿搭的第一套穿搭 那講到這一種秋天的穿搭 我覺得秋天非常適合的一個穿搭技巧呢 就是上長下短的這一種穿搭技巧 在上半身可能會搭配一件比較寬鬆一點的長袖 然後搭配一件短褲 可以營造出比較舒服 然後比較輕鬆一點的感覺 同時也不會太熱 因為台灣的秋天嘛 其實還沒有到非常的冷 所以我覺得穿短褲其實還算是蠻適合的 這樣子的穿搭輪廓 可以很輕鬆的營造出一種秋天的氛圍 所以今天的這一道穿搭呢 我就是利用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這件 DAIWA的西裝外套 然後搭配呢是香港的一個品牌 叫做植物學家他們推出的這一件 Cityboy的短褲 然後DAIWA這件西裝外套 我覺得很剛好的就是它跟這一件褲子很搭 因為這一件褲子它也是跟DAIWA一樣 使用這種比較機能一點的面料 然後它也是屬於比較鬆生的這一種輪廓 所以它在輪廓跟面料上面其實都還蠻相近的 所以很好就可以搭成一套 然後在鞋子的部分我選擇搭配的是一雙Caroman的皮鞋 然後讓這一整套看起來都稍微比較正式一點點 但是利用上半身這種比較鬆生的輪廓呢 也可以營造出比較休閒的感覺 那因為這一套我是定位在比較正式 然後偏休閒一點的風格 所以今天的這個手錶呢 我覺得是使用了這個鋼的錶帶 然後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挑選的這一隻手錶的款式 它是About Vintage的1926這個系列 然後我挑的這一隻手錶啊 它是深藍表面 外面這一圈是銀色的 然後它有拉髮絲紋 所以非常的有質感 1926這個潛水錶的款式 它其實有非常多的配色 大家可以依你們平常衣櫥裡面的顏色 或者是你喜歡的穿搭的風格 去挑選你喜歡的顏色 然後這樣也可以跟你原本的穿搭 可以搭配得上 第二套的穿搭 我覺得是比較山系一點點的 最近山系的風格很紅嗎 就是大家都要往outdoor去 所以這一套呢 我就搭配了一個山系的穿搭 我全身都是使用一個大地色系的配色 像是上半身的這個墨綠色的長袖 然後跟下半身的這個卡其色的褲子 在鞋款的部分呢 我挑選了是Nike跟Sakai所聯名的這雙Blesser 其實這雙Blesser我覺得是 被大家所低估的一雙球鞋 尽管它是綠色的 好像彩度很高很難做搭配 但是我覺得彩度在球鞋上 其實完全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你可以利用上半身比較簡單一點點 然後去搭配一雙比較高彩度的鞋子 讓鞋子當作整套穿搭的一個亮點 而且它的價錢沒有被炒起來 所以入手來說呢 可以說是相對的非常的容易 今天的這一套穿搭呢 我就選擇了換上了這個矽膠的錶帶 去呼應整個都是比較戶外 然後比較山系一點的風格 然後這一隻手錶 因為我選的是深藍的錶面 所以它搭配這個黑色矽膠錶帶呢 其實也有另外一種風味 就是也有一種比較運動的一點的感覺 然後還蠻適合這種山系戶外的搭配的 那接著呢 我們就要進入第三套的穿搭 那講到秋天 當然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一件薄的襯衫了 所以這一整套呢 我就是搭配了一件比較鬆身一點的牛筋襯衫 搭配一件機能的長褲 然後這一件長褲 是我最近算是蠻喜歡的一件長褲 它是來自台灣的福州製造這個品牌 他們最近推出的一件長褲 然後這一件長褲 它的褲型真的是非常的優秀 因為它是做這種上寬下載的褲型 穿起來就會整個有這樣子的輪廓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這一件褲子啊 它也是這種機能的面料 然後還有一點很酷的部分 就是它的褲子的口袋 都是這種直立式的口袋 手機啊鑰匙都直接這樣丟進去 比較不會掉出來 我覺得其實這個褲子還蠻不錯的 雖然是我最近蠻常拿來做搭配的一個褲款 這一件上衣呢 是來自台灣的一個選貨店 叫做K-Simple 他們所推出的一個製製品牌 K-Sim Lab 它是比較鬆身的這一種輪廓 然後它在下擺的部分 也有做口袋的設計 就是有點像是SSD的襯衫會有的這樣子的設計 我不確定現在官網還有沒有 但是他們還蠻多這樣子的襯衫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K-Simple的官網看看 那因為這一套穿搭 我覺得是比較偏氣質一點點 算是比較程式感 所以我搭配了就是鋼的錶帶 然後也呼應了這個襯衫 比較淺一點點的顏色 接著我們就來到了第四套的穿搭 如果看我之前那一支 Diverpeer的影片的人應該就會知道 我說過Diverpeer這件西裝外套 跟它所推出的這件褲子 搭配起來就是只有一個字 算 這一套穿搭我想要讓這一套西裝外套 有一種不同的感覺 所以我在內搭的部分 選擇搭配了一件鑽紅色 然後它是變形蟲花紋的一件開鏡襯衫 當作這整套穿搭當中的一個亮點 所以為了想要將這個 鑽紅色的變形蟲襯衫給突顯出來 所以我也是選擇了一個 比較低調一點的黑色的帽款 那在這一套穿搭 因為我搭配的是西裝外套的關係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 我可能會搭配鋼的錶帶吧 其實不是這一套穿搭的 我搭配的是矽膠的錶帶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一套西裝 其實有一種酷酷的 然後比較低調一點的感覺 所以我想要搭配的就是 矽膠的錶帶 讓這一整套都是全身 是比較黑色系 因為我選的這個錶身 它是這個銀色的外全 所以整體還算是 有一點點的正式的感覺 所以在這種有點偏正式 然後有點街頭的這種穿搭當中 我覺得可以搭配的非常的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來到了第五套穿搭 那講到秋天的穿搭 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一件薄外套 那這一套呢 我搭配了這一件薄的教練外套 一樣是來自福州製造他們所推出的 然後這一件教練外套呢 它其實非常的薄 然後它是使用這種機能的微皺面料 然後它同時帶有一些金屬的光澤 在褲子的部分 因為這一套我想要呈現的就是 整個比較Urban outdoor一點的感覺 所以我搭配的是 GOOPY的這一件長褲 然後一樣都是比較機能一點的面料 然後這一套穿搭呢 我選擇搭配的是鋼的錶帶 因為這一套我的顏色剛好有深藍跟灰色 剛好可以去呼應這一支錶的深藍錶面 跟銀色的鋼錶帶 所以就可以讓這一套穿搭 在深藍色跟銀色當中 去做到一個協調 誰說鋼錶帶 就不能搭配這種 比較Urban outdoor一點的風格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露秋的五套穿搭 然後也用 入手一個蠻有質感的手錶 看到影片的最後 就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非常好的好康 這個手錶 我覺得它本身的價位已經算是 相對容易入手了 但是 About Vintage 他們有非常好的提供給 我頻道的觀眾一個折扣碼 它這個折扣碼就是 WASM WAISENG 你在購買的時候 輸入這個折扣碼 你就可以享有85折優惠 我覺得這個優惠其實 給的很有誠意喔 因為一支一萬塊的手錶 打了85折大概就只有8500左右 那我覺得8500 能夠買到這樣子質感的手錶 算是還算是蠻OK的 又有很有質感的一個木盒 跟給你一個不一樣的錶帶 然後錶帶你們不一定要選擇矽膠的 因為它在官網上面 有很多的錶帶可以去做選擇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之後好康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 我是WASM 我們下次見 掰掰